6月24日至25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闭幕后 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两主席之一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同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外长阿玛杜巴和协调人邓巴巴 共同会见记者介绍会议情况和成果 并答记者问 钱克明表示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 成为中非友好合作的新峰碑 引领中非关系迈入新时代 会后中非双方落实峰会成果开局良好 本次协调人会议为下一步推进落实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对接了思路凝聚了共识明确了方向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一是中非双方对会议均高度重视 加强友好合作愿望强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发来了贺信 积极评价中非关系对会议提出希望指明方向 王岐山副主席集体会见了非方代表团团长 中共中央外事公众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琪迟出席了欢迎活动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出席会议开幕式 钱克明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也同非方代表积极会晤对接 论坛所有非方成员踊跃参会 乌干达总统穆塞伟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54个非方成员近400位代表出席 其中包括25位外长 中非双方共举行多双边活动40余场 气氛热烈友好 二是会议求证务实取得封硕成果 会议审议通过了成果文件联合声明 并就下一阶段合作思路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一直认为要坚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方向 坚持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 坚持平等开放的合作精神 决心以更高质量合作造福中非人民 钱克明表示 会议期间以及稍后在湖南举行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 中非双方已经和将要签署各类合作协议200余项 非方积极评价会议取得的务实成果 高度赞赏中方重信首诺 言出必行 对实施好八大行动全面落实峰会成果充满信心 三是中非共同发出支持多边主义 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强力 双方均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非关系发展面临复杂外部环境 双方决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 携手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国际形势发展注入正能量 钱克明表示 四世本次会议受到广泛关注 获得点赞好评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王毅国务委员的主旨讲话 以及会议成果文件内容 被中国非洲和很多国际媒体广为引用 会议期间中非双方代表讲述了大量中非友好合作的成果和范例 一致认为中非合作互利共赢 务实高效 为国际对非合作树立了标杆 在内加尔协调人邓巴巴表示 非中双方是好朋友 真朋友 长期以来 中方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 迄今为非洲建成一万多公里公路 六千多公里铁路 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非洲国家愿同中方继续加强高层交往 推进务实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为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平衡 公正的方向发展 做出不懈努力 会上 前科名副部长阿玛杜巴外长和邓巴巴 还就中非合作有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前科名副部长阿玛杜巴外长和邓巴巴